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这个合中堂 安排下来的这是什么差事 报 说 不好了 大老爷 这帮女人的家属在外面吵着要人 不是小的拦着 早着冲进来了 现在骂你贪官呢 听听 我汤某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的 为了朝廷我可是勤勤恳恳 老百姓都把我称作唐擎天 我容易吗 不容易 如今为了何大人这狗屁差事 我唐擎天都快成了葬官了 我不干了 大老爷 使不得 十年寒窗 七品虔诚 谁要是舍得 谁就是王八蛋 大老爷 没错 咱们还是戴上办正事吧 好的 走 别吵了 安静点 坐下 别吵了 安静点别吵了 坐下 放我们走 坐下 放我们走吧 坐下 放我们走吧 坐下 为什么抓我们 抓你们 可不是抓 这是乡请 这点一定要弄清楚 我说 各位大婶大妈 各位小姐小姑奶奶们 对 上司有令 让我们找一老一少 两位女界名媛 可是这情况 本仙 本仙一无所知 是 是 为了这个 本仙都甩过两次啥帽子了 这话不假吧 千真万确呀 所以啊 请各位烧暗物躁 烧暗物躁 一切等何中堂来鉴别行吗 坐下 这位小姐有话吩咐 我这是合身要找的人 我们就是从扬州逃出来的 这个事等何中堂出来才能算呢 扬州有个一类 你总是听说过的吧 这个一类的总裁爵之一就是我 小姐 你不要那笨官开玩笑 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担上总裁爵 恐怕是不可能的吧 如果大人不信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上司的命令里 可没有讲什么证明啊 你有病 我有病 杨巅峰 就是杨巅峰 你 你怎么知道 半个月之前 你还发作过吧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扎老爷那么急下去 最迟明天你还得发作 我不信 大老爷你是否感到 胸闷气短 气宇声弹 头晕 这 这有什么奇怪的 头颈自行左转 又比经常抽搐 是吗 奇了 奇了 本大老爷半个月前发病 只有夫人知道吗 这个女子 怎么能准确地说出 本大老爷当时准确的感觉呢 你就是 朝廷要相请的人吧 正是 我叫叶良花 你现在通知和珅 她会立即赶到 你放了她吧 留下我就可以了 好 放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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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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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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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请请 请请 请请 你小心脚底下 请请请 请请 给各位老爷请安了 有什么新消息吗 有 好 华安府山阳县已将截流之人放了 放了 为什么呀 说是要找的阳州夜莲花已经到了衙门 其无关者全部放还 以快马前往高游通知河中堂 大人您看 好 我要单独办点事 你们谁也不许跟着我 那我们 就是 你们先找个地方候着 一会儿我来找你们 咱们一起去山阳县衙 爷 我们先去闻楼 那里的蟹黄汤包闻名瞎尔 您一打听就知道了 好 那你们就快去吧 好 好 坐 咱们先过去 告辞了 行行告退了 爷 那咱怎么办呢 你们两个别愣着了 快跟着去啊 那万一你要是溜啊 我怎么溜啊 包袱不还在你这儿呢吗 快去吧 不许偷跟着啊 快去 好 七爷我也是刀头填血的人 可真佩服你的勇气啊 为了救人顾不了那么多了 兄弟 有意见 七爷 我要去衙门里救莲花 请七爷您在衙门外接应 以防有变 有危险 为救莲花我再所不辞 好了 和身就要来了 七爷您要多做一些准备 以防再出什么岔子 没问题 你有把握吗 我自有办法脱身 我脱身后再去和七爷会面 七爷 那帮人在等我呢 我得赶紧回去 不能让他们起疑心呢 那你多加小心啊 好 七爷 告辞了 告辞 皇上来了 那该怎么办呢 小心些就是了 既然皇上不愿暴露身份 你千万不能捅破这层窗户 我知道 我知道 让他们二位去迎接 不行 对 本县一定要亲自迎接 走 快走 慢点 都给我退下 痍痍痍痍痍痍痍欸 咱们是除了 乖的 就不让你们 melanjut混得到 去去去 天璋 天璋 参见 山羊剑 汤伯卿参见 万 好 给老爷请安 给爷请安 见过吗 本大 本小县是该科一百二十七名 同济世出身 排在最后 故见随见了只是 没看清楚 不不不 只怪本县眼相 眼相 那没看清楚 山羊县 在 扬州那个叶莲花 可关在你的牙中 攻在那牙 那就好 那就好 我想见见这位叶小姐 山羊县可给提供个方便 您这是什么话 您要见尽管吩咐就是了 让本县行方便 要折杀本县的实在不敢当啊 那咱们就让汤县令带路 咱们一起去看看叶小姐 遵旨 不 遵命 遵命 好 对了对了 你们都不要跟着啊 就在这儿候着 是 是是 里边请 里边 好好好 进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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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 皇上已经到了江北了 你要小心防范 皇上 就是那位金凶 快走快走吧 走吧 怎么样 你们快走吧 走吧 我们走了 你怎么办呢 我不要紧的 你们赶紧走 这事千万不能耽搁 是啊 可是这样不明不白的 我不想躲 第一 我没招式惹谁 第二 我也没有犯什么王法呀 你们是无辜的 可是当年师父 一定是因为什么事 得罪了皇上 和珅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现在为了找你们 整个江北都乱了套了 你们听我的话 你们先躲起来 他们是如何办事的 你不知道 可是师父知道啊 他说得对 咱们走吧 走 你只要放了我们 竟不是太危险了 不能说没有危险 但我毕竟和黑市之密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你们如果不躲起来 那我这风险不就白冒了吗 是啊 快走吧 走 走吧 快走 走吧 快走 洪大哥 何大人 何大人 你们两个也赶紧走吧 免得祸事临头 那你们呢 我不能走 我得在这等和珅 快走 那就 您多保重 快走 快 娘 是莲花姑娘 跟我走 好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那儿